宋江这个江州老城营的囚犯 他的名声让他逢凶化鸡 他此让他过得如鱼得水 就在一切看起来顺风顺水的时候 得意忘情的宋江竟然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在巡洋楼上醉酒提反尸 并且留下了实实在在的证据 把宋江又往梁山推进了一层 那么这是一首什么样的诗呢 这首诗又反映了宋江怎样的心理 敬请关注 鲍鹏山新说水湖宋江系列集 前湖找牙 宋江被赐佩江州 来到了江州的牢城里面 我们通过武松和林冲的故事也知道 牢城营从来都是一份可怕的世界 那么宋江在牢城营里面会有怎样的遭遇呢 宋江能躲过那一百沙威蚌 鲍鹏山老师又会对宋江在牢城营的表现 基于怎样的评价 上海电视大学鲍鹏山教授 带你走进宋江的内心世界 告诉你一个你不知道的宋江 上海电视大学中文系鲍鹏山教授 为您讲述鲍鹏山新说水湖宋江系列集 前湖找牙 在上一讲里面来我们讲到在宋江的流放之途 实际上是一个大串联 把很多的原先不认识的江湖好汉都串联起来 当然这些江湖好汉跟宋江虽然不认识 但是可是都是知道宋江的大名 那么既然认识宋江以后又结本为兄弟之后 这些人就成了宋江在江湖上的资本 比如说此时此刻在江镇上 这一帮刚刚串联上的江湖豪杰就汇聚一堂 李俊 张红 沐红 沐春 同威 同盟 刚才大家我们看还在赶尽杀绝 一团杀气 可是一转眼之间大家一团和气 一团义气 所以有的时候你这样读的就挺滑稽的 谁会有的时候你能读出一种滑稽感来 你知道他们做事情还挺幽默 所以我们说这一帮所谓的江湖好汉 他们是没有是非的 他们只看你是否兄弟 绝不讲是非 这是他们的致命的弱点 但如果我们从兄弟这一方来看来 你就觉得他们很可爱很仗义 然后宋江在吉阳镇上一住三日 宋江坚决要走 然后大家就没办法就送他走了 又送了很多钱 所以宋江一路上既是大串联 弄了很多的兄弟 也是怎么样 一路也在捏财 所以他后来到了江州城里面 钱很多 我们等会看这个钱都有用场的 那么宋江和两个工人 也就下了船 趁船到江州了 到了江州上了岸 直接到江州知府来 正好 府阴申听 这个府阴是谁呢 姓蔡 双民得章 蔡得章 水浩的说法是 他是当朝太师蔡金的第九个儿子 那么水浩怎么介绍 这个蔡九知府呢 说他是未官贪婪 做事娇奢 八个字就可以想到这是什么人了 江州我们前面讲过 那是个钱娘浩大的去处 人广物银 那是个肥瘸 肥水不留外人田 蔡金怎么会使得给别人呢 一定会给他自己的儿子 宋江的父亲 想尽办法花了很多钱 把宋江弄到江州来 看到了江州这个地方物产丰富 生活好 还没考察一下政治状况 柯震蒙于虎啊 所以宋江在这地方就出大事了 那么我们在此之前 我们看到过林冲到劳臣营里面去 也看到过武松到劳臣营里面去 我们知道劳臣营里面是有潜规则的 潜规则的核心就是一个字啊 潜 就是银子 所以林冲到了劳臣营 金人指点 马上就准备送银子 武松到了劳臣营 金人指点 马上就决定不送银子 这两人个性很明显 区别很大 一看就明白了 这就是林冲 这就是武松 那么宋江呢 宋江到了劳臣营 不用别人指点 他自己就知道送银子 三个人抱到一块 一笔脚 性格出来了 生活经历出来了 为什么呢 宋江是立元出身的 什么潜规则他不懂呢 这种事情不知道他对别人干了多少 也不知道别人对他干了多少 所以宋江怎么能不明白 他不需要别人指点 他做的自然而然 拆博这边一来 他马上送上了十两银子 所以他没挨骂 然后同时 管人处又加倍送十两 就二十两 他再加上一些其他的礼物 除了这两个管事的人 其他的银里面的一般的管事的人 还有包括使唤的军舰等等 就是普通的 老头欲爸爸 都送银子给他们买茶吃 所以一番银子打点下来之后 从管银拆博一直往下 无一个不喜欢宋江 所以我们说武宋是金人指点 仍然不开窍 林冲是一金指点就开窍 是宋江不要别人指点 他窍早就开着来 他知道这个东西很重要 武宋是英雄汉 林冲是老实人 宋江那就是心机身 那么既然宋江如此懂事 一般杀威棒 那就自然就免了 这是我们能想象到的 但是我们还又没想到的 他谋到了一个好差事 就在银里面的超市房里面 做了一个超市 什么叫超市呢 超超斜斜 在房子里面 风吹不着 雨淋不着 太阳晒不着 拉着个笔 超超斜斜 除了没有工资 他跟以前的生活没区别 他为什么过得这么好呢 有钱啊 然后接下来 其他的囚徒 一看到宋江有面目 什么叫有面目啊 有面子 连管银都很敬重他 于是呢 也都买酒来与他庆贺 有银子你就有面目啊 就有面子啊 有面子就有人来巴结你啊 水浩是这样写的 宋江身边有的是金银财博 自乐的结识他们 有的是钱 那么也就很乐意拿这个钱去结交他们 所以我们说宋江这一趟 你看从梁山 梁山给他送钱 对吧 到这个江镇 江镇的一帮哥们给他送钱 然后他把这个钱拿来 再怎么样呢 再搞好关系 所以水浒下面还有这么一句 半月之间 满银 每一个不欢喜他 但是呢 偏偏有一个很关键的人物 宋江就是不给钱 不送钱 毅然宋江十分清楚 劳城营里的钱归足 而且他又有银子 也舍得出银子 劳城营里面上场下下 都打点一遍 怎么会到了关键的时刻 他又不愿意出银子呢 难道宋江不怕这个关键的人物 找他查吗 这个人是谁呢 就是脸院压牢结起 戴宗 就是那一位无用的好朋友 所谓的 挚爱香蕉 仗义 蔬材的 带宗 宋江偏偏不给他送 为什么宋江不主动送钱给他呢 因为宋江要等他自己来要 宋江有心机啊 别人都送 这个人我就不送 等你来 为什么等你来 我这有你的东西 等了十几天 果然来了 这可是来头不善啊 为什么来了 已经在家里气得要死了 气得半死了 一来就发牢骚 大发雷霆 在厅上大发雷霆 把宋江叫去 你这个黑矮杀财 你依仗谁的事要不送常理钱给我 我们注意这个戴宗 骂宋江的四个字啊 黑矮杀财 对宋江骂的最典型 最好的一句 最传神的 就这四个字 所以骂宋江骂的好的 往往都是宋江的朋友骂出来的 了解他 所以你以后要记住 宋江是什么样的人了 记住四个字 黑矮杀财 又黑又矮 杀什么意思 该杀的 就这个意思 你依当谁的权要 竟然不给我送常理钱 宋江这个时候是心里面蛮堕定的 他说人情人情 再人情愿 怎么逼着我要 你看你这个人好小宰相 戴宗一听是大怒 喝叫 给我打 周围的人不是跟宋江关系好吗 一听戴宗说打 全好了 一个人都不在了 戴宗就更加愤怒 自己拉了一条血棍 蹦过来就要打宋江 宋江仍然很从容 说杰吉 你要打我 我有何罪 要问他有道理 很有道理 但是戴宗讲的更有道理 戴宗说 你这个贼配君 你是我手里的行货 你请咳嗽便是罪过 注意这句话 你是个配君 你在我这个地方 你就是我手里的行货 你就是我手中的一个东西 你咳嗽一身就是罪过 那宋江道 你要寻找我的故事 可是我也不该死 这也有道理 可是戴宗讲的更有道理 戴宗说 你说不该死 我要结果你 也不难 就像捏死一只苍蝇 不过今天宋江倒是不怕 因为他手里面 捏着戴宗的死结 宋江开始冷笑了 宋江说 我因为不送常理钱给你就该死 可是有一个人结识梁山坡的无学救 却又该判什么样的罪呢 这么样不冷不热的一句话 很可怕呀 戴宗听了这个话 慌忙就把手中的训棍就丢了 赶紧问了一句 你说什么 宋江们也不看戴宗 好像自言自语 我只不过是自言自语 我自己在说 那有一个人认识梁山坡的那个无用 你问我干什么 戴宗慌了手脚 偷住宋江 就问你是谁 你哪里来的 你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 然后宋江笑着说 我就是山东运群县的宋江 戴宗一听大惊 活忙作义 没有下拜 为什么没有下拜 因为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是监狱 你总不能看到一个管教干部 马上趴在一个犯人面前下拜 所以戴宗给他做了个义 原来兄长正是几十米送公民 兄长此地不是说话处 不敢下拜 我们通往城里面 找一个酒店 兄长变形 你看脸处称呼兄长 刚才称呼什么 行户 行户 变成兄长了 如果不认你是兄长 你就是行户 杀死你就像捏死一只苍蝇 如果认你做兄长 那我就向你下拜 这就是梁山好汉的思维方式 关于梁山好汉的这种思维方式 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 似乎真的无法理解 不过我们也有一个疑问 难道这个戴宗就是无用说的仗义书才的戴宗吗 在他还不知道宋江身份之前的表现 怎么都不是一个很正义的形象 难道无用说错了吗 没错 我们说这就是梁山好汉的脸腹面孔 看他在谁的面前 也就是说 有两个戴宗 一个是兄弟戴宗 一个是阶级戴宗 兄弟戴宗 那是仗义书才的 我们从下面看到 戴宗在宋江的面前 戴宗上了梁山以后 你知道戴宗的形象基本上都是这面形象了 为什么 他那个面孔是兄弟戴宗了 可是他还有另一个面孔 阶级戴宗 这个面孔就是丑陋的 就是无耻的 就是凶恶的 你说一个人 为什么有这样两种不同的面孔 说明什么问题 至少说明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我们说一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 我们看他处在什么样的关系之中 马克思不是说了吗 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你在这样的关系里面 你可能是好人 在内容关系里面 你就是坏人 所以要让一个人做好人 最好的办法 不是天天跟他做到的教育 是要给他提供一个做好人的环境 好了 戴宗就带着宗江 到了一个临江的酒寺里面 到了一个房间把门一关 下面的行动就很丑陋了 这边门一关 那边戴宗就趴到地上 望着宋江变败 宋江又结识了一个兄弟了 我们说到这个时候 他宋江的资本 宋江自己手下的实力 就已经远远超过了梁山坡的那个朝盖了 而且不光是这些有形的资本 他还有无形的资产 这个无形的资产是什么呢 宋江在江湖上行走的时候 他发现了一个现象 那么多江湖上无法无天 无恶不作的江湖豪杰 只要一听到他的大名 马上就五体投地 毕恭毕敬 言天计从 口臣兄弟 宋江从中感知到了什么 宋江意识到了 自己的如此巨大的江湖上的号召力 有这么巨大的江湖上的号召力 拥有如此难以鼓量的社会资源和力量 怎么可能不催生他的野心呢 所以接下来 宋江在巡阳楼上面引诵反师 也就顺理成章了 不久啊 宋江独自一个人信部到了江边 江边有一个九楼叫巡阳楼 巡阳楼很有名啊 宋江上我早知道这个楼啊 今天一个人我就上去看一看 信部上楼 然后在靠江边的一个格子里面坐下来 品篮举木啊 江上的美景一览无余啊 宋江是喝采不宜啊 不一味的功夫酒保 把实行的古品啊 菜书啊 酒肉啊 也都搬上来了 而且宋江一看 非常精致 非常齐整 宋江是百方人的 到了南方 南方的一般的这个 这个这个菜肴 都比较精致 更何况江州这么个地方 所以宋江也是 很喝采 哎呀 这么好 良辰美景 再加上美酒佳肴 独自一个人 靠近江边的格子 放牧 举目远眺 宋江 性质很高啊 依然畅饮 不觉纯醉啊 就喝得有点醉了 这是乐 乐极往往要 深悲啊 为什么背呢 他猛然想到了 我身在山洞 长在运城 学历出身 结识了多少江湖好汉 可惜的是什么呢 虽然留得一个虚名 不经三许之上 已经三十多岁了 没有不成功又不救 倒是被脸上 倒是被脸上刺了字 闻了双甲 配来这里 我家中的老夫和兄弟 如何得相见 想到这一层 山染泪下 临风触目 感恨 这叫乐极深悲 那么他到底是什么东西让他感恨 又是什么东西让他伤怀呢 第一 他结识了那么多的江湖好汉 却只落了一个虚名 这话是有意思的 那么如果不讲虚名 那应该讲什么呢 这一想你就明白了 这一帮江湖好汉 就是他的资本 可是这个资本 他一直闲置着 本来这一帮江湖好汉 他品着宋江的号召力 可以招之即来 来之能战 战之能胜 可以凭借着他们去打天下 干一番大事 可是自己网友如此巨大的江湖名望 没有做这一番事业 没有用他的名望来呼风唤雨 没有振臂一壶印尖云集 于是 就由第二点 到了三十出头了 名又不成功又不救 反而成了囚犯 脸上还留下了永远的 恥辱的印记 可见 宋江独自一人 在寻阳楼上喝酒 乐极深悲 心中充满的是失败感和耻辱感 当然他也知道 自己并没有一败涂地 因为他毕竟是有资本的 他是有号召力的 可惜的是什么呢 他突然带有一点自嘲的发现了 导致他今天如此失败的 就是因为他输货了自己在江湖上的能量 闲置了自己在江湖上的这些可资利用的资本 一个人当把问题想到这一步的时候 下面的思想那就很可怕了 为什么我失败 因为我没用这些资本 我用这些资本我就成功了 但是用这些资本你能干什么 所以宋江在这一瞬之间 他突然明白了什么 突然之间 他对自己未来的人生有了新的期待 所以到这个时候水浒写了这么一句话 说宋江忽然做了一首西江乐词 什么叫做忽然写了一首词呢 就是宋江忽然之间明白了 忽然之间想通了 忽然之间决今世作非 以前的很多很多师父我思想的 让我迈不开脚步的那些观念都是错的 如果我再不解放思想 还听我那个家里的老爹的话 要做一个什么忠孝之人 可能永世不得出头 那怎么办 那就下决心不做忠诚孝子了 要做叛臣利子了 我们看看他这首词是怎么写的 他让九宝给他拿来笔墨 就在墙上 白粉笔的墙上 把这首词写了下来 自由曾功今世 长成一有全模 恰入猛虎 雾荒秋 浅浮爪牙忍受 不幸刺文双甲 哪看配在江州 他年若得抱冤愁 血染熏扬江口 你看这个口气 写完了以后 自己看了一口 大喜 大笑 一面又饮了几杯 又更加的欢喜了 更加的狂盗了 手舞足刀啊 所以我们说 刚才宋江是乐极深悲 现在是怎么样 又是悲极深乐 拿起笔又写下了一首诗 心在山东 身在吴 飘碰江海漫监狱 踏实若碎 林云志 敢笑皇朝不丈夫 写完了以后 又在这个后面 大大的写了五个大字 韵臣送江座 写完了以后 直笔在桌 把笔一扔 又痛饮了几杯 终于喝醉了 赶紧算还酒钱 亮亮枪枪 回到银里面 倒头便睡 一觉睡到五根 第二天醒来 把这个事情忘得一干二净 我们看宋江的这一词一诗 写的还真是很有技术 不过这样写完了也罢了 他留下了自己的性命 就让我们不得不为他捏一把汗 难道宋江不怕被别人看到之后 报告官府 说他谋仿了吗 宋江怎么会犯下这样的错误 宋江写在墙上的黑字 白墙黑字 就被一个读书人看到了 这个人就是黄文炳 这个黄文炳就住在江州对岸的 吴威军 是一个富贤的通派 就在家贤质在家 以前做过通派 现在在家了 没做官 既然没做官 既然贤质了 就想着东山再起 想着东山再起 他就老是到蔡九之府这个地方来 巴结他 讨好他 想找机会 这也可以理解了 但是偏偏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 是阿语奉承之徒 新地贬宅 寄贤度能 水火对他有两句话 讲得特别好 叫甚如己斋害之 不如己斋弄之 比自己强的 想办法陷害他 比自己弱的 总是欺负他 就这种人 专在乡里害人 那么这个熏阳楼 宋江写完诗 宋江走了 黄文炳来了 黄文炳来了 一看到这个西江乐词 和这个四句诗大惊道 这个不是反诗吗 他的政治灵敏度很高 为什么黄文炳就一口咬定是反诗呢 我们就来看看黄文炳对宋江的这首词和这个诗的解读 看定一句 自由存功 今时长成义有全盟 黄文炳读了一遍 然后就冷笑 这个人自负不浅 确实很自负 读今时有全盟 说明什么 说明宋江有文化 而且有全盟 有人有文化 没全盟 有人有全盟 没文化 宋江连点都有 所以他有资格 自负 恰如蒙虎 五荒丘 浅浮 爪牙 忍受 黄文炳读了一遍 从这两句他读出了个什么 他说这个家伙 拉斯 也是个不以本分的人 这读得好 没错 黄文炳这个人人很坏 但是读试还是读得懂的 恰如蒙虎 五荒丘 浅浮 爪牙 忍受 不以本分 没错 你都把自己比喻成蒙虎了 当然是不以本分了 岂止是不以本分的 简直是狼子野心 虎事丹丹 我们还知道 宋江不仅虎事丹丹 他在这之前 实际上已经是 吃过人的老虎了 在清风山上 他就吃了很多人 现在为什么是潜伏 爪牙 忍受呢 是因为他的父亲 把他教训了一番 听父亲的话 所以潜伏 爪牙 忍受着 那么既然是忍受 显然就是不是心甘情愿的 也不会一直忍受的 总会找机会 张牙舞爪 虎荡羊群 所以夏文是 不幸刺文双甲 哪看配在江州 黄文铭接着分析 这个人也不是一个高尚旗帜的人 看来只是一个佩军 黄文铭的结论是这样 你既然是佩军 是犯法的人 所以你肯定不是一个好人 不是一个高尚旗帜的人 这个地方我就不赞成黄文铭了 对吧 黄文铭这个人可能读读得懂 但是读人他未必能读得懂 谁说佩军 囚犯就一定不是好人呢 在那个时代多少真英雄 真好汉都成了佩军了 林冲不是佩军吗 武松不是佩军吗 杨智不是佩军吗 难道不是好汉吗 再看最后两句 他年若得报冤成 血染寻扬江口 黄文铭一听 很吃惊 说这丝报仇勿谁 他要向谁报仇 但是你说要血染寻扬江口 那是表明你要在这个地方闹市 但是黄文铭也不用担心 你不过就是个佩军 管的何用 能够做什么大事 这又是黄文铭不懂事了 佩军就干不出大事吗 历史上那些干出大事的 干出惊天动地大事的 或者是干出护国阳明大事的 就有很多人就是佩军 秦末汉促的音部不就是这样吗 明代末年的张献忠也是 陈慎也不过就是个数族 谁说就做不了大事 然后黄文铭接着就看了一首诗 心在山东 身在乌飘膨江海漫监狱 踏实若随黎云志 敢笑黄朝不丈夫 黄文铭摇着头说 这死无理 他却要塞骨黄朝不谋反带走的 没错 这个结论应该没有问题 这一词一诗 确实是反诗 而且宋江确实要谋反了 这个是没问题的 但是有一个问题 宋江为什么要谋反 结论 答案 其实就在西江越的这个词的最后两句 他有冤仇 他要报仇 那么他有什么冤仇呢 黄文铭不明白 那我们明白不明白 也不明白 黄文铭不了解他不明白 我们了解他也不明白 为什么 因为我们了解他 我们从头到尾 我们发现他没有仇人 没有人敢欺负过他 没有谁伤害过他 既然没有谁伤害过他 他心中哪里来有这么大的仇恨 又是对谁的仇恨呢 我们说这才是最关键的问题 实际上 宋江的仇人 不是具体的人 而是社会 不是一个具体的事件 而是一种制度 如果他仇恨某一个人 那可能就是个刑事案件了 正因为他仇恨的是社会 及其制度 他才可能是谋反 所以宋江不是想一两个人报复 他要报复一种压抑人的社会 及其制度 宋江有一个口头禅 他给别人介绍自己的时候 他有个口头禅 小丽宋江 张口闭口就是小丽小丽 为什么他老是要说自己是小丽呢 正说明了 这个身份给他带来了太多的自卑 太多的压抑 所以他对这个身份太敏感 于是 他常常在小丽的前面 还要加上一个词 叫必微小丽 卑鄙的必 为俗的威 我宋江是一个必微小丽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在他的意识里面 小丽的地位是低贱的 小丽的人格是威胁的 小丽是被人侵蚀的 到了最后 他自己都侵蚀自己 那你说既然你不愿意做小丽 你就不做小丽 不可以吗 不可以 因为我们前面讲过 宋江在运城市做的是压司 这是个低级的办事人员 丽在身份上许 与那个一般的经过科举考试 而做官的人是截然不同的 两者的社会地位天壤之别 官的地位高 利的地位相当卑下 而且从唐宋以后 严格区分官和利 一般一个人如果做了利 就再没有机会再做官了 也就是说这个社会 这个制度已经剥夺了宋江的前程 对此自命不凡的宋江 他会甘心吗 尤其是当他发现了自己在江湖上 有那么大能量的时候 他能不动心吗 我们要注意一下 宋江这个反师里面特别提到了一个人 黄朝 这是很有意思的 历代造反的人那么多 宋江为什么要专门提黄朝 黄朝和宋江有共同的地方 而且很多 哪几个共同的地方 第一 都是失败者 黄朝也是参加科学考试考不上的 我们说后来的这个这个洪秀权也是一样 都是失败者 第二 都自负甚高 都很自负 而且确实 他们两个人都有才干 天赋都很高 第三 都桀骜不逊 不愿意甘心就此 碌碌一生 桀骜不逊 有大志向 第四 他都很想做官 宋江以后老师要招安 招安干什么 不就做官吗 黄朝起兵以后 黄朝从公元875年开始起兵 到公元880年5年的时间 他给唐王朝五次上奏章 写信 请求给我官做 给我官做 我就不造反了 所以两人都想做官 至少有这四点相同 还有一个很大的相同 我们来看看 黄朝曾经也写过一首诗 黄朝在参加科举考试 没有考中之后 他去看黄榜 别人都在看 哎呀 我也录取了 我也录取了 就他黄朝没录取 那一帮在他眼里看来 无比平庸的人都录取了 他自己没录取 他回到家写了一首诗 不地后赴菊 一首写菊花的诗 而且写作背景是什么 是考试没考上以后写的 这首诗是这样的四句 带到秋来九月八 我花开后百花杀 听这口气 我这个花今天没开 那帮平庸的家伙们花都开了 等着吧 有一天我开的时候 他们全杀 这是什么心理 心理不平衡的时候 就会出这样的问题 冲天乡镇透长安 满城近代黄金甲 这个口气 就看这首诗你就知道 黄川这样的真应该考上 这里面的才华 这里面的胸襟 这里面的气度 哪是一般的 读死书的 天天去 去把应付考试的人 能比的 所以这种人 你不把他纳如官僚 体制 不把他进入体制 让他在体制外面 然后让他造反 首先不是黄朝 是我们考试制度的错 你凭什么 把这把人才排除在外 你排除在外 他就会成为你的敌人 那么黄朝在这首诗里面 在暗示什么 他将用他自己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目标 闻的不行 就来捂的 笔墨指研不行 我就来刀枪剑机 可见 宋江和黄朝 还有第五个 那就是什么 他们不是在哪里跌倒 就在哪里爬起来 恰恰相反 他们是在这里跌倒 然后他们在那里爬起来 假如他们是在哪里跌倒 就在哪里爬起来 我这次没考上 我下次再来考 考到以后 他们会成为什么人 成为范记 可是他们在这里跌倒以后 我不在这里爬起来了 我到那里爬起来了 他会成为什么人 那就是黄朝 就是洪秀全 就是宋江 所以我们说宋江要革命了 但是我们说 还没等到他来革命 别人先要来革他的命 我们下一讲再讲 谢谢大家 宋江在云阳楼上的醉酒提示 不许把自己置于极其危险的境地 同时也给梁山出了一个难题 朝盖不可能看着宋江上刑场而置之不明 可是梁山又有什么办法来救宋江呢 这一次 宋江还能够轻易地逃脱吗 建设关注 宋江系列之 反上梁山